很多朋友在家炖鸡肉的时候,都是焯水或者直接下锅炒,其实那样做是不对的,焯过水的鸡肉炖出来发柴,直接炒又不好吃,口感没有那么鲜嫩。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炖鸡肉鲜嫩不柴的小技巧。 你要是学会了今天这个做法,上桌以后全家人都快吃大厨,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 首先我们准备半只新鲜的小笨筋,盖刀剁成小块。 嫌麻烦的朋友可以让肉店老板帮忙剁好,剁成视频中这样的小块就可以了。 剁好后装入碗中,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,再加入一勺面粉,然后下手抓拌均匀。 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,而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,可以吸附掉鸡肉上面的脏东西和杂质。 这里尽量多抓拌一会儿,让鸡肉的表面都能裹上一层面粉,一直抓拌至比较粘瘦的状态就可以了。 然后再用流动的清水清洗一下,把鸡肉表面的食盐和面粉都清洗掉。 尽量多重洗几遍,一直洗到水变得清澈为止。 洗好后控水捞出来,装入碗中。 往里面加入一勺料酒去腥,一勺生抽,一勺蚝油,一勺胡椒粉。 戴上一次性手套,下手充分地抓拌均匀,让鸡肉充分地吸收料汁更好的入味。 这里有个小技巧,大家在家腌鸡肉的时候,切记不要先放盐,不然出锅后鸡肉口感会很柴。 转匀后先放一旁腌制着备用。 接下来碗中加入一把干香菇,倒入适量的温水。 先把香菇泡发着备用,然后再准备两个小土豆。 去皮后清洗干净,改刀切成小块。 炖鸡肉的时候放一点土豆,会特别的香。 切好后装入清水中,这样可以防止土豆氧化变黑。 再准备一小块生姜切成片。 一段大葱也切成片。 切好后装入碗中,再加入一小勺花椒,两个八角。 为了搭配颜色更好看,我还切了一点青红辣椒。 改刀切成滚刀块。 切好后装入盘中。 几根清洗干净的香菜切成段。 切好后装入盘中。 这时候香菇也泡发好了,个个都吸饱了水分。 简单地清洗几下捞出来,再用清水多清洗两遍。 因为香菇在晾晒的过程中,会有很多的脏东西和杂质。 所以这里一定要多清洗几遍。 洗好后控水捞出来备用。 接下来起锅烧油。 油热后,倒入切好的葱姜八角花椒。 开小火慢慢翻炒。 炒出它们的香味。 炒香后,下入腌好的鸡肉。 开大火继续翻炒均匀。 把鸡肉里面的水分炒出来。 这样鸡肉吃起来才会更鲜嫩。 朋友们,我每天都用心地搅做菜。 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, 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 您的支持就是我创作的动力。 非常的感谢大家。 这里一定要把鸡肉炒透。 这样出锅的鸡肉才不会有腥味。 一直把鸡肉炒到表面微微焦黄。 再加入一勺黄豆酱。 一点点老抽上色。 一小勺食盐。 开大火继续翻炒均匀。 炒出酱香味。 让鸡肉充分地入味和上色。 炒香后再倒入适量的开水。 这里大家一定要加开水。 如果加冷水的话,鸡肉就会预冷收缩。 那样口感就会发柴了。 接下来另准备一口砂锅。 把香菇和土豆都倒入锅中垫底。 接着把炒好的鸡肉全部倒进来。 盖上盖子,开小火炖20分钟。 时间到了以后看一下。 这时候就能闻到浓浓的香味了。 看着也非常的有食欲。 接着再把青红辣椒加进来。 盖上盖子,继续炖2分钟。 出锅前再加入香菜。 这小味道,层一下就上来了。 真的是太香了。 这样一道营养又好吃的砂锅炖鸡肉就做好了。 鸡肉吃起来鲜香嫩滑,口感不柴,也没有香味。 香菇也充分地吸足了料汁。 土豆已经炖得非常的软烂了。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,给家人炖上这么一锅,吃起来暖心又暖胃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,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点我头像,可以观看更多的家常美食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